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这个指针面的话呢 通过指针 然后呢对变量进行读写 或者说通过指针的话去修改这个指针呢 它指向那块空间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指针面呢保存了一个变量的地子 或者说保存了就说白了 它是保存了一个地子 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我们呢 这的话呢我们呢再来这个 指针的读写 那我们再定一个吧 好吧 这右肌 然后呢这也是添加一个新鲜项目 然后换来就是指针变量的读写 然后呢空箱完成 然后邮寄 然后添加新鲜项 然后看一下 然后这的话呢 我们呢这个把刚才那个圆呢 这个拿回来吧 写的麻烦 man 530 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呢 做一个 呃定一个指针面量 应该 然后呢等于10 是吧 好 那先换我们定个指针面量 三步这种是吧 第一步的话呢 将它定时放这里 第二步的话 定个指针面量p 替代这个a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新花p inter 新花p 然后呢等于取递 如果你写熟了之后啊 就直接干嘛呢 就是取一只a就行了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 这个p呢 单按下 a 摆放 d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 通过这个a啊 我们要取a的值 实际上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直接的话呢 通过变的名a 拿的话呢 a 标示了这块空间 第二个可以通过这个 它的地址 去什么呀 它去 这个取这块空间的内容 注意一下 那么也就说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址 拿的话呢 来干嘛呢 来对这块内存空间进行读写 那么地址怎么去操作这块内存空间呢 那我们看一下 好了 对p取新花 什么意思呢 说一下 新花P 所以在 使用中 我说的是在使用的时候 不是在定义的时候 像这种呢 就是定义 那这种的话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在使用时 对地址 对子真 子真是不是一个例子啊 取什么 取新花 代表 代表取地址 取指针 指向那块空间的内容 哎 那我们看一下 新花P 所指向那块空间内容 我们说保存出来的例子是不是就指向了谁啊 那么说的话呢 这个新花在使用的时候 新花P代表取P 所指向那块空间内容 取到的就是A的值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值是不是等于10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六级设置为形象 这个没设置为形象吗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10啊 哎 那么一样的 我们呢 也可以呢 对照空间进行修改 这是我们的读嘛 比如说新花P 等于新花P P加20 这什么意思呢 一样的 新花P代表取 地 指向那块空间内容 保存在地址就指向了谁 指向这个空间 就是取这个块空间的内容 取到了就是说了10 然后再加上20 就是30 30呢 又负给谁了呢 又负给了新花P 啊 又负给了新花P 又负给了P所指向的空间内容 就又负给了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空间 最终的这个值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别再打一下 啊 空花P 好了 是不是变成30了呀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指针变量的这个读写 当然 刚才说的话呢 这个大家一定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说 对 这是对指针 是不是取行花 指针就是地址嘛 其实你对地址取行花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写 反正什么呢 反正地 首先是A的地址呢 这是A的地址 那我们呢 对A的地址呢 这是地址啊 对地址取行花 这是个地址吧 这地址就是 比如说我刚才举到的这个地址 这地址就是什么 你应该是2000 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值 你应该是2000 然后对地址呢 取行花 它大约取地址指针的空间内容 那么取了这个内容 都取了这个内容 那我看一下 它的值呢 是多少呢 所以你后面改变三次了 那么这个值的话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三次 是吧 你这边已经 新花屁 就是把里面的值已经改变了 所以说是这样的 大家就注意一下 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对这个指针的话呢 进行是吧 这个呢就是读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写 就是写什么 就是修改了 修改这个指针 所指向的空间内容 那么这个就是写 这就写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ok 那这话呢 我们的这个 是吧 告诉大家了 这就是一个对指针面的话呢 进行这个读写 好 那么我们呢 暂停一下 那当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的话呢 这个有疑问 那么可以呢 问我们的老师 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赢的一个Q权 在群里面可以咨询我们老师 是这样的 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 好 那ok 暂停一下